用雙腿蹬上鋼管 在舞姿曼妙地旋轉落地 誰都無法想像難度破高的動作 是由一名出身時 沒有雙手 只有一條腿的身上女孩 法蘭西斯卡契莎里尼 所跳出來的 因為身體上的障礙 契莎里尼的家人 在她九個月大時 為她的腿植入抑枝 希望她能跟其他同齡嬰兒 開始學習走路 等到契莎里尼兩歲時 家人又為她裝上了手部抑枝 但到了八歲時 契莎里尼發現自己 反而因此更加在意 自己生長的事 又太過於依賴手部抑枝 無法在沒有抑枝的情況下做事 因此開始決定不帶手部抑枝 而契莎里尼12歲那年 她突然告訴父母 想要成為一位鋼管舞者時 她的父母都相當驚訝 一天我睡覺了 我回到媽媽 說媽媽我要做球舞 所以不知道 如果我第一次看到 我自己的小伙子 然後我自己的小伙子 我只是在那裡 說我要做球舞 開始學習鋼管舞之後 契莎里尼馬上愛上了這種 難度很高的舞蹈 雖然學舞 有不少困難的動作 是得彎曲肢體 只靠一隻手或是一條腿來支撐 但卻讓她認為自己是自由的 能夠在鋼管上做任何想做的動作 因為疫情影響國際鋼管運動聯盟舉辦的國際比賽改為線上舉辦 由全球各地的鋼管舞者提交表演影片競賽 契莎里尼最後也靠著努力拿下了生長組的冠軍 成了最底力振興的莫犯人物 國際新聞陳宗秉儀 給大家看